今年来,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日新月异,许多军舰向军护舰、航母等等纷纷上水服役,中国海军的实力日益壮大,速度之快令国人自豪。 不过,中国海军有了幸福的烦恼,老旧的军舰如何处置呢? 这些老旧军舰并非无法使用,稍微维护一下就能使用,如果把它们用在正确的地方,才能发挥他们的价值。 有媒体报道,中国准备将一艘护卫舰送给斯里兰卡海军。 斯里兰卡笑得合不拢嘴,纷纷束大拇指夸赞中国人真大方,比印度靠谱,为啥斯里兰卡有人那么高兴呢?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送给斯里兰卡的护卫舰就知道了,斯里兰卡海军十分依赖进口印度的军舰。 不过,这些军舰都是印度淘汰的二手货,实在太难用了,更何况印度发武器装备太漫长,印度海军的武器装备更新换大速度太慢,斯里兰卡海军无法及时得到新的二手货。 这次中国要送给斯里兰卡海军的军舰,有可能是一艘053H1新护卫舰,它是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服役的,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海军使用了,于是淘汰下来。 目前,斯里兰卡海军是致安型海军,以群罗为主,不需要进行斩斗。 中国送的053H1新护卫舰,可谓是斯里兰卡海军祖坊冒青烟了,它是斯里兰卡海军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军舰了。 难怪斯里兰卡海军那么高兴,没花一分钱,就得到了优秀的军舰。 中国此举机能获得国际友谊,还能助力淘汰军舰。 一举两的啊,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,发表你的看法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